大家好,接下来请观看单开教练们安装说明 单开教练们的安装共9个步骤 涉及25种零部件的正确安装 为了方便您正确高效地完成安装 请仔细阅读安装说明 了解安装顺序 第一步,首先请准备安装所需工具 D6脚扳手一把,手套一双,锤头一把 然后根据零件明细表,轻点安装所需零件 确保各零件完整无损坏 下面请对照零件明细表 仔细清点并摆放安装所需零件 第二步,按照门庄配图上的编号 取出所需的立柱和尾网 摆放在地面上 第三步,将网用角链键与举行尾网 用罗钉罗姆连接 再安装堵头 第四步,固定端立柱先安装下卡环 然后再安装门用角链键 把门用角链键与立柱根据图纸尺寸进行简单固定 然后再安装上卡环 使用罗钉共计八件 第五步,把门梁和连接键一 连接键二用罗钉连接 然后再把连接好的部分插入立柱顶端 并使用罗钉固定 最后在门梁两侧安装堵头 第六步,将两个角链轴 分别安装到固定端立柱上下两个门用角链键上 再安装举行微网 剩余一个角链轴安装在中部网用角链键上 最后锁紧门用角链键 第七步,把开门侧立柱门锡锅位置安装门锡 使用罗钉共计两个 第八步,用罗钉把把手固定盖板 把手固定板拉手固定 用罗钉把大号门扣 安装在活动端立柱和举行微网的相应位置 第九步,把组装完成的门 移至需要安装的地方打孔 并用膨胀螺栓固定 注意事项 门用角链键安装定位时需注意 两个在网用角链键下方 一个在网用角链键上方 以确保门用网片不可随意拆卸 如需实现快速拆卸 将门用角链键全部安装至网用角链键下方即可 以上就是单开角链门的正确安装步骤 朋友们记住了吗